接下来呢带您来看到的是我们新闻看板的单元 首先呢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高雄社区 参与第三届的金牌农村竞赛呢 得到了亮眼成绩 其中的岐山糖厂社区呢 他们呢就以直卖所还有网络行销的收入来回馈农民 还推出了一日农夫的邮程 打响了名号是夺下了银牌 而六规的新发社区他们积极来重建 透过山茶栽培呢 还致力于来开发农村邮程跟体验 则是拿下了铜牌 还得到了副总统小美琴的亲自颁奖 相当的不容易 由农业部举办的第三届金牌农村竞赛 在台北举行颁奖典礼 副总统小美琴新自来历龄颁奖 勉励全国获奖社区 而高雄市呢在这一次的竞赛当中 是获得了亮眼成绩 分别由岐山区的糖厂社区荣获银牌奖 六规区的新发社区 是荣获了铜牌奖 高市政府农业局长张庆荣也表示了 这一次竞赛展现了高雄市农村社区 强劲实力跟创新能力 未来农业局会持续地来辅导 各个农村社区参与类似的全国竞赛 还会积极向农业部农村水保署 争取更多资源来投入 推动高雄农村再生社区有序发展 而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呢 彰显了在地社区的优秀成果 也为高雄农村社区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舞台 5三四支 3小支 4支 8支 8支 8支